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些美的东西 第一个启蒙我画画的 我看也是我的妈妈 出来社会以后 跟潘寿武先生接触 我也加入了校桃画会 这是陈建波先生创立的 那么我们在一起学习 我学字学画 从小到后来70年代 80年代90年代 都是一路来都有 好多师长朋友们在一起 我喜欢这个大自然 这些美好的东西 对这些花草动物的这些生态 你必须去了解它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会给你很多启发的 比如这些小鸟的做事 飞 叫都可以给你很多画画的灵感 画这些花鸟 鱼虫的话 基本上我是把它们最纯真的 最漂亮的 或者是很天然的一个角度 把它画出来 那么让人家看到 真正自然界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 平时生活里面 你没关心到的东西 其实是这么可爱的 那么如果是一幅画 可以给人家看了 我记得说 引起它对大自然的一些兴趣 跟这个感觉 那么这个应该是 我创作这个画画的本意 真上美是我的最大理念 书法会画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有一个 相当敏锐的感觉 一个画家 如果你细心地去观察 你周边的东西 你可以发现很多题材 是很好画的 你喜欢的题材 绝对是可以给你表达的 非常的精彩